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你们带回来的 我是一直在这带着 她是在中国带她的孩子 她娶了中国老婆 也是刚刚生了孩子 现在做奶爸 朱丽安也是中国电视台的红 我知道 我常常在开电视的时候会见到她 是吧 然后现在开那个饭馆了 都要在这儿打广告吗 你是开饭馆 易能静这次是宣传电影 但是我说先谈点这个社会话题 好 没问题 今天本来易能静一来 我说谈谈中国好声音 她说我都要崩溃了 你再谈这个话题 烦了 我不是说哪壶不开题哪壶 亲爱的 天天有人问我 我知道 天天有人搞你 是吧 我们都看到了你的微博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 哪有那么低级 不是说的那些个事 我说的你们两位 我就是怕你们问的更高级 我就非答不可了 是是是 今天请你说点高级的 好 没问题 你们俩都是当评委的 或者整天在中国各电视台晃悠 你觉得这个中国现在电视台是个什么风潮 朱利安先从这个 因为这些节目是从国外来的 选秀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很值得告诉大家 就是说 现在中国的这些节目都不是翻的 都不是抄的 是正儿八经的飞到英国去 像打人秀是飞到英国去 跟Scott Talent Show的人 坐下来开会 透过一个模式方的公司 然后聊细节 然后再把英国的团队带到我们这边做事录 然后包括他们的编导全部都过来 然后按照他们的模式 这样一路过来 所以其实现在是一个智慧财产 就是正儿八经的智慧财产 付了很多的钱 你知道他们说这个什么中国好声音 其实我就看过一两集 你知道吗 我去这个奥运就英国之前 看了他的一两集 我都不知道现在他玩成什么样了 但你知道当时我有一个误会 我看了之后呢 我还跟他讲 我说你看看 中国终于创造出了自己的选秀节目 做的这么样的好 这说明我们先是引进外国的 很快就会产生我们自己的精品 结果回来他们跟我说 也是在荷兰 The Voice 买的 花了大价钱买的 我最初是看那个美国偶像 然后我特别喜欢Simon Cowell 但是我喜欢他的什么 我可能是习惯的喜欢那些 就比较狠的孝心 就是说起事 说人损 损了就不带脏子的那种损 特别过瘾看了 我一直喜欢这样的幽默 所以我对Simon Cowell特别喜欢 就是他会非常诚恳的告诉你 我求你了 我真没见过你这么烂的 你能离开吗 多谢了 这个中国国情不一样 对 所以就是中国国情 所以说他虽然说是买了那边的版权 但是实际上观众不一样 然后比如说作为父母来讲 西方的很多父母 其实他是觉得 我的孩子你非得去干着 我让你别去弄吧 你就去受挫折吧 你就让人损吧 你看活该了吧 你非得去 我让你别去 你非得去活该了吧 但是在这边可能会 父母保护孩子 如果是十几岁的孩子 可能这个就是会有很多问题 你把他说的太难听的话 在中国如果说你什么 他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打击一个小孩 对 他走到这台上容易吗 但是实际上已经是十七八岁 快二十岁的人也会被这样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做打人秀说 遇到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英国的 你毒蛇吗 我本来就不是毒蛇的人 你本来就不是 对 但是呢 他们要求我毒蛇一点 是吗 就是当时 因为我们英国的编导都来 他要看我们录 合约有规定 必须按照他们的模式 不可以有任何更动 座位的方式 打灯的方法 整个后面的背板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正规的 通过法律的方式 而得到的一个节目 他没有任何的那种说是 好像是山寨版这样子 所以你说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关于我们学外国 就是后来现在为什么掏钱 他们说 这不光是一个版权意识的问题 而就是你刚才说的 比如说一开始 我们看见外国大体是个什么样 你要是光在表面上这么学 最后你总做不出来 最后就发现这玩意儿 真是里边有精髓 没有你看 很多细节 之前还没有买版权的时候 就有一些评委 是真的是够毒蛇的 但最后的结果是观众不喜欢 对 然后封了 很不堪 没有直接就封了 后来就 就是这个管理总局就说 这样的方式是 对整个社会风气是有影响的 因为其实选秀是个励志节目 那毕竟每个人国情不同 中国人在这个部分 就中国已经是个吃苦耐劳的民族了 他会比较渴望更多的是鼓励 那老外呢 我觉得西方社会本来就是嘻嘻哈哈嘻嘻哈哈 私底下的 所以变成说老外就会觉得嘻嘻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说老外 我刚从你们老外哪来啊 我有一个体会啊 就是咱们中国这个选秀节目啊 真是经历了一个阶段 一开始啊 挺神丑的 就是甚至是你记得初选海选 那个就 甚至一些很猥琐的东西都出来 我就觉得 这就跟美国偶像很像 没错 我从还不像 你知道啊 你比如说我在英国啊 我老跟他们说 我感觉啊 外国人呢 是不是你们从小受到一种身体语言的训练 还是什么 外国人都是哽着脖子说话 虽然啊 社会地位有高低啊 哪怕你是个伺候人 还是个waiter 但是你会发现呢 他是哽着脖子 中国人要是出丑的时候啊 往往容易露出这个斜肩产效 包括我自己 我都觉得我这剂量骨是软的 建给老师啊 很容易你知道吗 就是啊 这是我们的尊卑的这种文化造成的 我觉得就不是同一件 所以当英国人来 我第一次做 我们做第一场达人秀的时候呢 他们对我们有两个希望改进 中间就停机了 就就把这个评委叫过来 就说 第一个你们能不能多一点批评 如果他唱得烂 就是你唱真烂 早点按插啊 你不应该这么做的啊 你就你就别当歌手了 或者是来玩杂耍 说哎呀这种杂耍 全中国有13亿人口 随便找个人也会 就他们建议我们 就像Simon他们这样 就是非常极致的语言 另外他要求我们 非常极致的肢体语言 所以你 我跟你讲 我其实我坦白说 这也是那个 有点对不起大人秀啊 但我们很多都是另外拍的 比方说我们站起来这样 那种都是英国团队要求的 就我们其实有时候 不太知道我们在拍什么 那我们可以想象另外的节目 其实我们有时候 不知道我们在拍什么 就必须要求要录 那不就像拍电影 拍戏一样吗 不是 当然最后那个选手的结果 的确是由我们来决定的 因为如果连这个 我们都不能决定 我就不会做了 因为我没有必要 我没有必要拿我这个 后半辈子的这个 人的这个对一个 自尊的荣耀的这个要求 去放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 所以我当时的底线就是 我很简单 我就开会的时候 其实我就翻脸了 而且第一个翻脸的是 居然是我 不是刚好宗恩周立波 我就当时我就讲 因为新闻上刚好 今天也可以讲一下 有一个新闻说我离场 愤而离场跟观众吵架 其实不是 就是因为他们要求我 不要那么温情 而且一定要把对方说哭 然后我就站起来 我就走了 我说我们当然我们前面有沟通 但沟通后来 怎么沟通都没有办法 他们就是要说服我 我就没办法我站起来 我说我觉得你们找错人了 因为我不是小孩子了 就是这样 我有我自己对自己一个 忠心思想的要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立新闻转建权 全球转机企业合作伙伴 朱利安有没有参加过这类节目 就这一类的没有 我做过评委什么 但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那种 还不是这类的什么选秀啊 什么的 但这这类的 你觉得你看啊 我们说引进这个西方的这些成型的电视节目 你又是在法国的人 你觉得这个做出中国版以后啊 在观感上和在欧洲看那个原版的有什么不同啊 首先来讲 我我刚才讲的那点是我相对不喜欢的一点 是我觉得没那么过瘾 在你不能损人 而且你损的就是因为有过几个 我就不记名字了 但是也是中国几个其他的歌手在做评委的 然后就感觉到他有一些是确实你 因为我做节目的人 我知道我太明显能看到痕迹了 是刻意安排刻意指示的 你一定要损一点要 但是他不是那种像Simon他们那种 就几个人真笑 就是真觉得好笑 就有一个有一个学生 不会让人说以取笑别人为乐吗 不是所以说在在这个中国这个国情 观众还不是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接受啊 因为他毕竟每个国家的文化和习惯不一样 但是我个人要是我看那种节目 我就喜欢看那种 因为我是学古典乐 所以我不会为了 你比他喜欢看下礼拜人 我不会为了看大师 我就看一选秀节目 我要看真正唱的好的 我肯定要去剧场 我肯定要听一些真正的这种摇滚歌星的这个现场 所以我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要看的就是节目本身的好玩 就是节目以外你看不到的东西 而恰好从我个人角度 我就喜欢看这个 他还觉得不够刺激呢 不是我觉得中国不适合 因为中国很容易有一件事就变成全民运动 它变成一个全民运动 但你讲的是娱乐 这是两个概念 现在已经变全民运动了 没错 所有的社论报纸 网络都在讨论这个东西 全是一件事 全是一件事 而且全是就是 你说了一句话 你就会被检查 你这个是违反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别人的孩子这么苦 因为中国人老爱说自己别人孩子这么苦 你怎么能这么缺德 中国有一句话叫缺德 你很容易被贴上缺德这么大一个标签 但老外没有缺德这个这种形容词 而且经常我们 老外叫humor sense of humor 幽默 以前我们做一些节目还遇到什么 因为有好多各种就是社会不同阶层的人 然后有一些就是全场的人 可能就我一个外国人 其实都是中国人 我一般 而且我说一些表面 我不太敢说 我就让他 我就听着他们说 他自己都不敢说 当评委 他就还要别人说 我没办法 因为作为外国人 你更敏感 有些东西 你绝对不能碰 然后就是 其实本来我没 私下里没事 但是你在节目里边一放大 我微博也 也不是没遇到过事 我就一直想 算了算了 我删了 本来没那意思 被摘出来以后 你被带引导 一个大费 给我一带引导 就这个意思都给我 都给我想出来了 亲爱的 朱丽安在微博都有事了 你就知道最近 我微博多有事 对啊 所以你知道 两人微博也顺带 再宣传一下 然后我发现 你说那个 你刚刚讲说 这个我微博 最近有个事 其实我觉得好 我在这里也挺能谈 其实我们好朋友 里面有说什么 我不后悔啊 很多人就说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 但我要讲的 其实是我对我生命 没有任何一个阶段 是可以后悔 也没有办法后悔 人只能往前看 不光不后悔 还不回头呢 对 就是你没有办法回头 也没有办法后悔 对于一个女性 独立女性来讲 过去的事都是 学习成长的经验 也是智慧的功课 也是生命的积累 如果一个人老想说 我要不这样 我要不那样 那就表示 私人角度 我有一个好奇 你搭理这个干什么呢 我跟你讲 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肯定有很多人 是看笑话的 但是在这五百万的 关注里面 就说新浪也送了一些 姜粉好了 然后可能有一些 也是假的 不一件事真的 也许真的就只有两百万 没有五百 一半以上是假的 再爆料 但是呢 肯定呢 有一些是真爱你的人 他也用 真的是出于一个 善的角度 在关心你这件事情 他会不断地问你 但我认为说 做一个艺人22年呢 他有一种责任 对自己的粉丝 就像家人 因为这个人爱了你20年 他对你幸福有期许 你不能说 我不搭理你 但是我要出唱片的时候 请你买 这时候请你搭理我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就是已经是一个不同的情感了 因为我不是出来一年两年 对吧 还把粉丝当摇权 摇杆这样 你想我经历人生 这么多过程 他们都在我身边 对不对 我好的时候 他们在我身边 我不好的时候 他们更在我身边 所以话是对 他们这部分人说的 但是我 对你说对了 我就忽略了呢 媒体很爱全民运动 就是因为他就立刻被曲解了 所以以后我也希望 跟爱我的人说 我不是不回应你们 而是真的 他的结果是太复杂了 现在媒体是这样 因为过去可能 因为这样 你一定要让我讲30秒 很快就让给你 30秒去吧 因为刚刚那个 那个没讲完 我我怕那个媒体又曲解 我说达恩秀不好 都神经变了 对我都神经变 就是说 其实我要讲的是 当我站起来决定离场的时候呢 其实编导非常为难 就是达恩秀编导很为难 因为他明白的 他等于是我跟 英国中间的一个 就是一个桥梁 所以后来呢 他又跑去跟英国说 真的 其实不应该这样 我们会找应能进来 就是我们信任他 所以我要讲 我怕待会又曲解说 这个编导怎么这样子 好像叫我作假 没有 其实我觉得金磊 也就是现在做中国好生意的 同一个团队 同一个总编导 我个人是非常 就是幸福他 就是当时我就看到他的担当 他立刻跑去跟 他没有就是 说我买了版权 为什么付这么多钱人家要你干嘛你就干嘛 他没有 他立刻去跟对方沟通说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也别做了 他是这么的有担当去跟英国团队 英国团队说 那好我们看一集 我们看看一集 因为那是第一集 结果第一集按我们的方式 就我们的人情 中国的人情味 录出来的结果是 收视力全国总冠军 所以后来 这个英国达恩秀就再也没有要求了 他这一番这个表白啊 让我听得出来 这个人是生活在多么复杂的人 即关系力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人是生活在多么复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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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杀你 我是竹梦 哎呦 富权 绝对的对 对 有一个权利欲望在那 到后半段就变个娘了 是吗 对 你这个曹操吧 你觉得呢 我三国演义都看过 太棒了 我要先解释为什么曹操变个娘了呢 是因为呢 其实曹操当时呢 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贵族血统嘛 所以他其实他是希望县帝是个好皇帝的 但县帝真的太无能 那他是一眼就能明白说 这个人是当不了皇帝的 虽然他有贵族血统 但我这个魏王 若成为汉帝的话 我肯定是千古罪人 对不对 所以我还得扶植他 但问题是当我在扶植 我这个心爱的干儿子的时候呢 我那亲儿子曹丕 天天就想把他给干掉 事实上后来曹操一病死之后 曹丕是立刻称帝了 所以变成说 后半段就是个娘 天天要跟这个儿子说曹丕 说别跟曹子吵架 然后别想杀了别人 这个还是要有一个伦理道德的 我们前面已经杀戮太重了 我们就得至少留下一个名誉 说我们其实是为了汉 汉这个 你知道 这也可以想到 曹操其实从你看 起码从三国演义看下来 你会觉得他对自我的这种 就是英语说那个 Ego Ego 特别特别重 因为他很在乎 他在历史上是一个什么 定位 其实但是历史证明没有定位 你觉得中国的宫廷权争 这个故事 跟法国宫廷的历史上的争夺 有不同的特点吗 当然有不同的特点 比如说 但是更多我们看到的是 从他描绘的方式 比如说在书里边 还是电视剧里边 其实现在看到的 在中国很主流 这些历史的历史剧 他可能也很夸张 但是他历史剧在中国非常出名 而我们就是相对不那么火 他更多 他出的时候 他要么是那种纪录片的形式 要么是也有一些电影更多 但是电视剧还是比较少 我感觉至少有一个不同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皇帝 就是有一大帮女人专属于他 好像你们法国那皇帝 搞的都是别人的老婆 是不是 宫廷的宫廷 因为我们会比较 不会那么那么庄重 那么 但我倒不这么认为 因为像那个都夺王朝的电视剧 TV Drama 然后还有其他 包括以前的这些 我都有看 玛丽皇后啊 是那个 就是拍教父的那个导演的女儿 科伯拉的女儿拍的 那我就觉得说 我站在女性角度来讲好了 刚刚说完曹操像个娘啊 到后半段 女演的那个 对 但是就这个电影的角度都非常有趣 比如说他发掘了三国里 从来没有出现的福后 因为其实没有道理 没有这个人 孙上香没干嘛 就是跟着孙权 跟着哥哥这样一家族 去打个仗 孙上香就是个女英雄了 大乔小乔什么事也没干 就长得漂亮 就被歌颂成那样 但事实上福皇后 是为了辅佐自己的皇帝 这个无能的傀儡皇帝 而想谋刺曹操 而且还招了文武百官 最后被株连九族满门抄斩 连两个小皇子 两个小皇子 正统这个贵族血统的曹操都杀了 但他在历史上是空白的 只有两行字 几年几年符后末 然后是因为字役 然后为什么字役呢 因为爸爸要谋反 所以呢 这个他受不了了 你说你由这个戏 你要给我们俩男嘉宾提个什么问题来着 对 我要问的就是说 应该不是这样讲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在历史的定位上消失 可见是男权社会 以前的父权社会 不愿意让这样的女人出头的 这种女人怎么可以被歌功颂德呢 他要杀这种杀曹操 曹操肯定不会为他立一个好的历史 但他的确是个好皇后又不能写 所以你会发现说 不管是电影 电影大部分都男人拍的 历史也是男人写的 你就会发现说 电影里的皇后 包括这个西方也一样 然后那个历史里的皇后 只要能当上皇后的 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性很压抑的 就是说因为皇帝太多老婆了 他今天不睡我了 我就跟谁发生关系 乱七八糟的这个那个 甚至跟 淫乱后宫 淫乱后宫 然后淫乱后宫的时候 就会有人借他的这个男色 来勾引这个皇后 要求去杀皇帝 然后怎么怎么的 为了夺权这样子 然后你看 这个其实西方也有 像哈姆雷特里 这个懦弱的皇后 哈姆雷特不是指着母后说 你不应该跟这个 淫乱 淫乱 其实他就是 他就爸爸被杀了 被弟弟给继承了 那弟弟娶了妈妈 妈妈没跟着去死 儿子就认为他淫乱 这是第一种 另外一种呢 就是非常强权型的皇后 只要是强权的 就恶毒的不得了 就是现在的电视剧 他为了守住 皇 这个子役的继承 就是我的儿子 必须要当皇上 我才能享受 荣华富贵这么愚蠢 就 只是为了荣华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